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各位弟兄姐妹,我们现在是《撒母义记》的第三讲 经文的范围是《撒母义记》上的第八章至第十章 这段经文是讲到撒母义他信服神的旨意 是为以色列人立王 我们选取在这个范围的经文,选取第八章一至二十二节 这段八章一至二十二节是讲到 撒母义和以色列长老作为立王的事上 一些矛盾的事情 其实耶和华是以色列的王 但以色列人却是要撒母义为他们立王去管理他们 总而是他们欠弃耶华做他们的王 其实在整件事情上 他和撒母义之间是有些矛盾的出现的 我们看看第八章这个经文的情况 有几方面我想和大家思想的 就是第一 以色列人对以利家族作领导的失望 其实以利大祭司以利 他亦都是做事事四十年 这给我们看到以色列他们 为何在世事时期下暗 就是说原本领导的 管理领导的与宗教领导是分开的 但是去到世事末期的时候 我们却是看到 以利他不单是大祭司 他亦都是成为世事 二者两个崗位在一身 当然我们看回前几章的时候 我们都体会到以利家族 是令到以色列人失望的 就是以利家族的领导 是使得以色列人 不愿意给他们继续的领导 因为其中一些实例就是 大祭司以利他身为以色列宗教的一哥 他竟然中容他作祭司的两个儿子 以权谋私 仪章记载到他们藐视耶和华的祭物 另外 仪章也说到他两个儿子 和在回幕前事后的妇人 九合的问题 是以利无利回道 只是圈道就算数 其实以利 他是他两个儿子 从祭司的制度来说 他是上司 他两个儿子是他的下属 他两个儿子有不当的时候 他应该来处置 但他没有这样做 只是用口头上圈道就算数 怪不得 以利在做大祭司和士司的领导之下 在《三母义记》上三章一字里怎么记 历史家说 当那些日子 耶和华的言语稀少 不尚有默示 让我们看到 以利他没有将神的话语去教导以色列宗 所以形成在末期仍然是在黑暗的期间 另外一方面 以色列宗对以利家族作领导是一个失望 但当撒母义兴起出来的时候 是给以色列宗一个很大的盼望 当我们看历史家怎样出立王的两件事 足以证明 撒母义是有宿令的财干 去管治领导以色列民 第一 在第七章二字四字记载 撒母义激励以色列的百姓 去离气偶像归向耶和华臣 这是带给整个以色列宿令的复兴 第二方面我们也看到 在第七章第五至十四节 撒母义领导以色列人 带败他们的宿敌 强悍且兵器过人的宿敌 是谁呢 是非利是人 并且修复了不少的非利是人 其后在撒母义的侍奉当中 他亦都是做事司审判以色列 治理以色列 这位伟大的领袖 不单只带领他们脱离偶像 归向耶和华 也带领他们打牌强大的非利是人 可以说得 因为撒母义作为他们的领导 成为他们的盼望 但可惜好境不常 对撒母义年纪大的时候 以色列人他对撒母义的家族作领导 却是失望 为何呢 原来在八章一至三字记载 好境不常 当撒母义年老的时候 他竟然从道以利的覆车 他不单止有两个藐视耶和华神 不恒神道的不肖子 他竟然立这两个不肖子做事司 他知道两个儿子都是贪徒财力 收受贵务往正直 于是他怎样呢 就立他两个儿子 在那里做事司 在南边的阿比士巴做事司 撒母义明知他自己两个儿子 恒恶恒 只要立他们做事司 他居心何在呢 这又要我们中国人所讲的 司马超之心路人皆知也 即是说 撒母义他这个动作 他这样立他两个儿子做事司 以色列百姓和众长老都能猜测到 当撒母义离世归列祖之后 他两个儿子就会管住以色列人 因为他们有事司的身份 试问 有哪一个人 是甘愿给一些不幸神道 更加是正如圣经所记载 他们是贪徒财力 收受贵务 恶恶正直的人去管治自己呢 怪不得 白姓和长老都对撒母义作事司领导 由盼望 至满足 但是至终 他变成失望 和忧虑 忧虑将来撒母义离世之后 由这两个事司去管治 以色列祖说情况不堪设常 另外以色列人他们当时面对强敌 他要作出长远的计划 所以他们要求撒母义为他们立一个王 去管理他们 以色列经过四百年多的事司混乱黑暗的时期 由撒母义兴起带领以色列人得到盼望安定 只不过短暂的数十年的光辉尔 至终当撒母义年老 他立他两个儿子做事司的举动 是使得百姓忧心 既然以色列人他们见到内在的形势 难有逆转的希望 他们就眼向外看 看见外邦人 他们有王去管治他们 于是他们就来到撒母义的面前 去求撒母义为他们立一个王 去管理他们如列国一样 这个在撒母义记上的第八章四至五节记住 最终我们体会到 当撒母义来到神面前祈求的时候 说这些文他要立王 神督穿撒母义 神怎样跟撒母义讲 他说其实他们不是嫌弃你 也是嫌弃我 反映到撒母义的自尊 就说我作为领袖 你现在要来立王 不想我做你 你是领袖而已 所以撒母义好气定 来到神面前的时候 神就督出他那种心态 神吩咐撒母义说 你要为以色列立王 结果撒母义为以色列立了扫罗为王 这个是后话 从此之后 以色列就由神治时代的凡式 转移了王管治的凡式 亦都可以说是人治时代 由神治时代 由神治时代 转移了人治时代 这是第一任的王 以色列第一任的王 是扫罗 西方有句名言 Well begun is half done 就是说有一个好的开始 就是成功的一半 成功的一半 但是我们中国也有它名言是什么 晚节不保 当我们看撒母义 他的侍奉 以及其后统一王国的三个王 素罗、大卫和所罗门 他们的侍奉 作王都是一个侍奉 我们纵观他们一生的侍奉 他们大家四个人 就是撒母义和苏罗、大卫、所罗门 他们都有共同的地方 他们是怎样 共同的地方是怎样 都是Well begun 但是他们却是晚节不保 所以求主帮助我们 保守我们的心 圣个保守一切 免致我们有好好的 基督徒生命生活事奉的开始 但是最终 晚节不保 何等悲伤 好 我们下节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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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